根据合并县警长办公室周二发布的新闻稿 今年的打击人口贩运行动 至1月28日为止连续4天内有64人被捕 而有两名被认为是性贩运的女性受害者 在此次行动中获救 警长办公室指出 被捕的64名嫌犯已经全数被登记在案 并在签署出庭受审的书面承诺后 暂时被释放 根据警方新闻稿 打击人口贩运小组在性交易的网站上 放置幼儿广告 随后在预定的会面地点 逮捕那些对广告做出回应的嫌犯 据悉 河滨县重点为打击网络性交易 其行动集结了该县的反人口贩运工作队 以及棕榈沙漠 拉昆塔 埃尔西诺胡和特曼库拉的特别执法小组 还包括了河滨市和穆列塔市警局 当据指出 妇女和儿童约占性贩运受害者的95% 根据美国失踪与剥削儿童中心的调查 每6个淘家的儿童中 就有一人成为性贩运的受害者 当前 加州尚未公布全州范围打击行动的成果 而根据警方资料 光是河滨县去年就逮捕了518人 并有87名受害者获救 其中包括11名儿童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